就一起案件的判决了 时隔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们辽宁府市六岁女童 遭亲妈及男友虐待案件 昨天终于是有了判决结果 这个案件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10月13号 府市虐童案在辽宁府市市中级人民法院 进行的一审判决 被告人陈某威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犯虐待罪 判处有期徒刑2年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 被告人刘某燕 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2年 犯虐待罪 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 被告人陈某威 赔偿附带民事诉讼人民币20余万元 宣判后 被告人陈某威 刘某燕当庭军表示 服从判决不上诉 但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童先生表示 上诉得判清了 生母被判3年 生母的男友被判16年 为什么童先生和很多网友 却说量刑多言都不解恨呢 咱们带大伙再来回顾一下 这个案件的始末 咱们就管这被害的孩子叫童童 2018年年底 童童的父母离婚 童童抚养权归母亲所有 但童童更喜欢和父亲共同生活 大概两年之后 孩子父亲将童童送到妈妈那里抚养 那个时候童童的妈妈已经有男友 而且正在同居 2020年的2月至5月 在这段时间当中 童童频繁遭到生母男友的暴力虐待 热水浇头 钳子拔牙 打火机烧嘴 钢针扎大腿 喂猫粮 跪搓一板 等等等等 导致童童全身是伤 数十处骨折 其实这期间 童童外婆也发现孩子有些异常 可是都被童童妈妈 以什么小孩子不小心撞到了 磕到了为由 糊弄过去了 直到2020年10月25号 童童因为被虐待 进入了重症监护室以后 姥姥在询问孩子胳膊怎么弄的时候 孩子非常虚弱地说 爸爸败岁的 这爸爸指的就是生母的男友 这才东窗事发 我记得当时有一段采访 童童外婆是一边喊着泪一边说 孩子前面的门牙 是他们用钳子给拔下来的 拔下来不让他弄 让他咽进肚子里 他们吃饭不让孩子吃 让孩子跪洗衣板吃猫粮 对于亲女儿的所作所为 他咬着牙说 给他们判死刑都不为过 谁能想得到 亲生母亲会如此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 都说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 还说虎毒都不食子 能够做出如此恶性的人 不配为人 童童的生父童先生说 目前女儿在俯顺某小学就读 并且担任班长 身心尚未痊愈 仍在治疗当中 他为了照顾孩子 已经辞去了货车司机的工作 改做洗车工 开庭之前 童先生表示 已经向法院申请撤销孩子生母 刘某燕的监护权 而孩子现在没有办法谈及母亲 母亲这两个字对他来说 像噩梦一样 噩梦一直纠缠着这个仅仅七岁的孩子 童童一切都过去了 未来的日子都是洒满阳光的 希望在阳光下 你能变得更加自信坚强 早日走出阴影